台嘎好我是白董 那麼因為上次啊我朋友呢 送我這台入武的模型車啊 然後我本來是怕說 我們平常這樣放著會長灰塵什麼的 所以我本來想要找像這種的 來裝模型的展示盒 但是我真的就是看很久 覺得這樣裝起來好像又很普通 然後我就一直搜尋一直搜尋一直搜尋 然後後來找到一個 很酷的東西 然後我想說來分享給大家 然後呢來放我的這台入武的模型車 為大家帶來這個 好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但它其實比我本來想要找那種透明的展示盒 在櫃上一些些 但是因為它是手工的 而且真的是做得蠻漂亮的 所以我覺得值得 然後呢我們來開箱跟大家來做分享 因為國際運送的關係 所以它包的很紮實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細節 大家可以看到 像它這個會有監視器 而且它監視器呢可以移動 然後它有一些 靜止吸煙啊 然後靜止按喇叭 等等的標示它都有做出來 再來就是這個消防栓 那這個消防栓呢 它打開來以後呢 它裡面有兩個滅火器 還有那個消防的水繩 這些呢都是可以拿出來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在地上呢 它有那個車輪檔 然後還有一個 中間這個我可能 我不知道它叫做什麼 但是我知道 它就是你車子離開的時候 你可以立起來 然後不要讓人家去停車位的這個東西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 它這裡的一些像是消防管線 還有通風管 然後呢它都有還原出來 然後呢這個模型呢 它有一個算是靈魂的地方吧 就是說它裡面有內建燈泡 你就會感覺裡面更真實了 然後我們把車子放進去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它有這個壓克力的擋板 然後呢我們把壓克力板呢 那放進去以後呢 因為有燈的關係啊 然後你的模型車放進去呢 然後它就會顯得更加的真實 是不是真的很像說 真的把車子停到停車場 那種感覺呢 很帥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的 停車場展示盒呢 就開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今天拍攝的影片 那之後呢 我會把它放在那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麻煩幫我們訂閱分享 多謝阿太嘎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